他是埃及王子 但却长驻拳坛 这次来到中国更是表示要干翻所有中国选手 但结果上了擂台 却完全扛不住中国大力士的进攻 一拳打碎下巴将他掀翻在地 那好多观众朋友们 现在眼前这个堪逼野兽的家伙 就是埃及王子穆罕默德 那本来埃及的选手就不多 这次来的更是常年征战拳坛的埃及王子 所以说我相信这场比赛一定会相当的精彩 有请红红选手 他是连续两届杀入世界巨兽之王争夺的中国选手 来自天山的哈萨克族的征服者阿斯哈提 那没有错 这场比赛迎战埃及王子的 正是大家都熟悉的阿斯哈提 强壮的体魄更是被大家称之为天山巨兽 那好的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红方选手就是天山巨兽阿斯哈提 足足有两百多斤 那另一边的蓝方选手就是默罕默德 是IG的王子 我们看上场之后这个IG王子在干什么 好像在跳舞又好像在比赛 确实让人有些看不懂 那这场比赛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阿斯哈提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这阿斯哈提的水平可是非常的高 因为他得过全球拳击锦标赛的冠军 对他的拳拔也 对非常的有优势 这个穆罕默德哈森这场上 一上场就这么 放松 对这个 是不是有点大意了 可能是这个选手自己的风格吧 因为我们的资料显示 这个选手也打过MMA 你看阿斯哈提的船很快出手就不烦 对很快刚才一个前手的平勾 明显的勾中了头部 对 我们看到MMA的哈森的这个体型啊 确实是很恐怖 是啊 粗有力那种 对肌肉很恐怖 肌肉线条非常的明显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打Fried的这个怪兽Bob Saab 对有点像 对啊 这个体型很吓人 你看这拳轮出来也是很有力量的 对 但是就这个拳的出击频率来说 显然是阿斯哈提要更快 对 阿斯哈提他作为一个老运动员 那我们看到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过半了 阿斯哈提在场上基本上不用怎么太打 往这一站啊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防御肉盾啊 这个穆罕默德根本不敢上前 那虽然说穆罕默德长得非常壮 我们看这个肌肉块啊 真是又大又结实 但是这个胆子真的实在是太小了 面对阿斯哈提可以说是怂的不得了 刚刚那次前手平高是勾中对方的下巴 哎 阿斯哈提打得很放松做了一个要在地面击打的动作啊 啊 裁判队就做了一个警告 啊 我们刚才说到速度啊 看到阿斯哈提确实比对手要快 刚刚在这个两人缠绊在一块儿 比两人倒地之前啊 阿斯哈提有一个前手平高是有重击的啊 但是对手这个拳要是扔到也力量也不会小啊 对 就提到巴姆萨普一样 巴姆萨普也曾经把完美先生 哎呦 什么情况啊 阿斯哈提轻轻松松地打出几拳之后 穆罕默德直接倒头就睡 我挡在地上用手挡着脸 不知道是不是被打哭了 我的天哪 阿斯哈提是拳头太硬 还是穆罕默德太怂太不抗打 那这场比赛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识啊 诸词巨兽也会被阿斯哈提一拳撂倒 那现在来看穆罕默德的状态啊 真的完全被打懵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挥放啊 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半身太宽了 对 中间的中路的空档会很大 是的 哦 你看 人半身挥放 一个好手 非常准确 他在对方心力未生就力未收的时候 是的 我打中国人那必须是打一个 一个 如果失败就把我5000万的资产全部捐给中国 中国全手放马过来吧 那好的 刚刚这个嚣张跋扈的家伙啊 就是日本有着毁灭者之称的加诺南 那我们看这个个头啊 是没有阿斯哈提高啊 不知道上了一台 哎呦 这个加诺南 果然嚣张啊 开场之前狠狠地砸了阿斯哈提的手套一下 那这就是明晃晃的挑衅啊 那现在咱们就话不多说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红方选手阿斯哈提 蓝方选手日本的加诺南 那这场比赛同样期待一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现 高级高了大概两公斤 一百二十七公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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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诺南本身的这种心理战术使用很多啊 对 这种超中量级的这种选手啊都有着一击致命的这种能力是 但是 两个人的 两个人都是比较了 都互相很了解啊 就上来 呃 都互相熟悉了 对 阿斯哈提这个全机的功底啊 确实是摆在这儿 嗯对 明显的有优势 呃 但是呢 对经现在打的是自由搏击 对 不是打全机比赛 现在玩的防头的意识也挺好啊 对 第一场的这个四分之一 在现场呢 这气氛就非常的热烈啊 对啊 对选手来说也是一个心理的 那上一场比赛的穆罕布德是非常的壮 那这一场的加诺南是非常的胖 我们看加诺南的这个肚子啊 好像这个拳都还没打到 肚子先顶到了阿斯哈提 那肥肉多 也就是证明他比较抗打 这个抗击打能力果然是要比穆罕布德更加的强 那看现在这个情况 虽然说抗打 但是拳法却是远远不如阿斯哈提啊 两个人头顶头 呃 前手很快啊 加油 阿斯哈提要注意对手的前手反击 对 我这个 这个腰围肌腹好像没有太大效果了 对 这个加诺南表输自己的抗掉能力很好 对 有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个加诺南虽然胖 但是他也不扛打呀 同样的情况再一次发生 阿斯哈提又是轻轻松松的把对手给打倒了 好笑 现在加诺南还在挣扎 不行了 打不了了 猜判赶紧结束了比赛 那这场比赛同样非常精彩 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了阿斯哈提的实力 那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阿斯哈提获得了胜利 那观众朋友们觉得阿斯哈提打得爽不爽 过不过瘾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要看见 不是特别充分啊怎么样 来 好